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下跌了45.47点 收盘指数是10311点 跌幅0.44% 成交金额也只有1076亿元 OTC市场更是大跌了2.08点 收盘指数是136.29点 跌幅高达1.5% 成交金额是391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风云头库资深分析师和金城 金城大哥 金城大哥在今天凌晨 欧美股市是比较明显的拉回 虽然美股其实已经拉回整理4天了 但昨天的跌幅是比较重的 那这个下跌呢 其实跟欧洲央行对于未来前景看淡 然后呢因此在货币政策上面 会变得很宽松 那市场不反映那个宽松货币 市场反映的是对于经济前景 非常的担忧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呢 日本的瑞萨半导体突然宣布 它的国内外14座工厂的13座 要暂时的停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瑞萨半导体是车用半导体当中的 第三大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反映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 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关心 其实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呢 你要去注意 瑞萨半导体不只是车用 瑞萨半导体也曾经是Mossary最大厂 那后来它把那个淡出了 那个中低阶的 所以变成英辉零是最大厂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虽然今天讲的是在车用 但是这里你也要注意到 会不会也会冲击到Mossary的股票 今天报纸都不写 但是不写不代表我不能不讲 那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Mossary 涨起来的原因是因为瑞萨退出中低阶的市场 所以我们才接到订单 所以这一定我一定要讲 因为媒体上一个字都不提 那我一定要讲一下 因为这有的时候就是专业的东西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美国股市这一次谈起来 谈到最高的时候 道琼过了2万6 2万6本来就会震荡 这是因为你不议起来 技术上的 技术上本来就会震荡 那台股供到10400到10500的 这个时候也会震荡 因为你总要回测一条最近的线叫月线 这是正常 不要把它觉得很特别 但是现在全世界最重要 最吸金的市场是在中国大陆 击笑每天都以一兆的成交量 那我在这里 我记得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 它的多头指标一档股票 叫做东方通信 607776 你把它打出来看一下 你看它那个股价 我在这里 我在同业的时候就来跟我讲说 那我们以后就做那个股票 那一类股就好了 那一直冲上去 那另外一个呢 最近它的指标股呢 还不是东方通信那么强 还是叫中信箭头 601066 所以我把这两档股票给大家 不是请大家去追它 我请它 让它去看一下 陆股的最强指标在哪里 因为我们国内基本上 这个信息是完全封闭 就不让你看嘛 可以看 但是不写 不让你完全知道他们在干嘛 那这个我要让大家了解 中信箭头其实最大的股东是 北京的国家资产管理局 还有中央汇金公司 两个加起来85% 那就是政策的指标嘛 中央汇金就是他们人行的基金嘛 这样子 我就很快的讲一下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台股的时候 因为二月营收 截至目前为止 我给你连线的时候 没看到半价是创新高的 对耶 那值有比较好的 当然二月又有农历年 然后本来就28天 又有比预期还要好的一档股票 那它在低的位置 然后结果喷了两次上去 叫做4956 叫光虹 它连增月增 所以蹦蹦两根涨停 那底下盘了八十几天 所以你现在有一些股票 你也可以 其实你看最近的硕化股 那你就打一个台硕就好了 打个台硕出来看 你看一下 其实外资一直卖 它也卖不下去了 你没看吗 对 所以有的时候 你换个角度去看 其实也不见得是坏事 你看入股的时候 你能想象得到 过年前你能想象到 过年后入股是这样涨的吗 对 那时候跌到最低点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 其他的有台还讲说 习近平要下台 对 对 那时候传言 传言他的位置不稳 写很多 我都不讲话 因为我在中国大陆 太熟他们这一块了 那我就不多说了 那我说他迟到会到三千 结果 还没有两个礼拜 就到三千了 上证 对不对 就到三千一了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讲了产业 那我们从这个产业的结构里面 我们从路股去看 路股如果这么吸金 他到底涨什么股票 跟我们台股有联动 你说我刚才讲什么 5G的东方通讯 或是中信箭头 中信箭头根本联动就少 那但是他这一次涨起来 有一个族群 我们要去注意的 就是京东方 京东方他就从OLED柔性面板的折叠手机 开始涨起来 京东方是很大支的股票 对就面板而言 他不是小支的股票 所以基本的架构上来讲 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我就要来讲一下这个产业 我们看我们台股就好 台股两个股票 一个优达 现行其难看无比 对吧 那外资卖在最低点 你有没有发现 那外资最近五天把优达回补了 他真的卖在最低点 但是优达是这样走的时候 理论上优达是这样走的时候 他的面板周边也应该很惨吧 对不对 理论上 那你看一下6176的瑞宜 不是一直涨 3034的联勇一直涨 因为他们是做周边的 所以代表说 在这个产业的时候 你要往周边去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最近MWC推的很大的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5G一个折叠手机 我都开玩笑讲一件事 如果苹果今年再不努力 三年后苹果就是Nokia了 我这样讲很多人都骂我 神经病合金层你乱讲一通 我说以前Nokia 你想象得到 智慧手机它没有切入以后 以后就消失了 他以前市占87% 现在大家都说 因为他的服务营收还很高 可是如果你的硬体销售 没有办法到一定的量的话 谁要用你的服务 对对对对 这是要去注意 所以他今年会拼一下 我觉得啦 我觉得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看法是 大家往OLED往折叠 这是一个方向 那一个方向的时候 我们台股 现在全世界能做OLED折叠面板的 大概就只有三家公司 一家叫Samsung 这不用讲 第二家叫京东皇 第三家是我们台湾的友达 对不对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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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要告诉大家说 未来往这个方向里面 有哪一个东西 我们零组件还没涨 零组件没涨的 应该是在金属遮造 因为OLED它必须要用金属遮造的增度 它叫增度的过程 增度的过程 才能让你的OLED的面板 那个非常的均匀 那这个全世界只有三家在做那个FMM FMM叫做金属遮造 我慢慢讲一下 那只有三家 一家叫大日本印刷 一家叫凸板印刷 都是日本厂商 那这两家呢 产能没了 都被Samsung包了 没了 那另外就是达运 达运大概投入六年了啦 六年大概投入二十几亿 在这个方面 那它的认证通过是谁把它通过的 今天电子 今天报纸上有讲到 那个苹果的供应链 是苹果的龙潭实验中心 把它验证通过的 所以它纳进去了 对 所以它基本上来讲 它变成全世界第三家 也就是维山的供应链 所以在这之前 如果你把6120的达运打出来 你发现它去年涨到46块多 为什么 它说我量产了 那现在它真的量产了 那股价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去注意一下 它刚好横盘 有没有 它一根 我记得如果印象没错 它2月14号那一天涨停 涨停完以后 在这里盘了13天 对 有没有 盘了13天 当然它去年底有跌到 去年底有跌到14块多 13.5 13.5 对 然后在2月的时候 一根涨停板来到了19块7毛5之后 现在大概就是20块8 对就红在这里 红在这里你再怎么打 你底下放外资 外资还卖了一箩筐 卖不下去 你没有发现吗 OK 外资还在卖呢 卖不下去 怎么卖都卖不下去 所以你要注意的重点是 谁把它接走 所以我去 我就上了一个网站 我上回 我在你节目 有叫做神秘金字塔 我去看 原来大股东6年里面 一直在增加持股 那所以这个就是 原来外资卖 被人家有心的 用现金给买走了 所以你要注意的 这一个重点 因为未来中国大陆 往OL1走的时候 金属遮罩 应该只有它可以供应 因为凸板印刷 跟大日本印刷 已经都不能供应中国市场了 那所以这一块呢 又没人能切入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应该 它又通过了苹果的认证 对对 通过苹果的认证 那苹果最近 我认为它应该会 混逆一起 它不会这样子 就像Nokia这样 自自不理 那所以在这样的 一个情况之下 我倒认为20来块 因为它去年是46块多 那20来块的股票 在这里整理 你很简单 你要这个有停损的观念 就是2月14号 那一根长红的低点 对 那个低点不能再回来 不能破 因为它那个也还爆量 对 那是爆量 所以那个低点没有跌破 那我倒觉得 你用长线去看 因为没得竞争 股票要没得竞争 寡占才有未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就从比较低价的概念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就是说 这个部分因为未来往这个方向 而且昨天我补充一个新闻 你知道昨天康林发表一个 它的玻璃可以折叠20万次 玻璃可以折叠20万次 所以以后的这个折叠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趋势 贵不贵是这个见仁见智 就像Chanel 能不能商转是一回事 但是技术已经出现了 但是我觉得还真的还蛮漂亮 好 我们非常谢谢风云投顾 资深分析师何金城健大哥